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其他的兩個部份 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定理 Anyway 這個 Fallure consequences of the Impressive Function Theorem 所以比照於Domain Straten定理 你想那你應該很正在認為 那應該也有直域的問題 應該也有Range Straten的定理 剛剛他是把定義 定義域分成一些平行的Level Set 來描述 曲直 那 why not 曲直 也可以用一些 一些平...那個 就是...對吧 那他有沒有對應到 詞域的問題呢 那事實上有的 那這時候你考慮的問題 應該討論什麼 如果你把這個問題對照於曲直 那你去思維一下 問題不是這樣直接搬的 你要先...你要去把那問題 make sense的說出來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考慮曲直的問題 那就會叫做Range Straten定理 再來是你把這兩個定理 再合在一起用 定義也用 直域也用 所以會想...就會得到非常漂亮的 的那個... 架構上的問題 Anyway 這就是七點四要講的 所以七點四要講的是 Range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 再回來 Domain跟Range 合在一起發展出來的理論 Anyway 那你的相對問題到底是什麼 譬如說剛剛那個問題 我們考慮的是 連立方程式它的解 對應到把它... 把連立方程解看成是函數來看 多變數函數來看的時候 對應到多變數函數它的level set 是怎麼樣的... 情形 那一個level set 就是它取值等於C的解結合的形式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討論的是怎麼樣的一個問題呢 事實上是這樣 你還是考慮一個RN送到RM的一個函數 那當然A1就維持讓它是open 假設這是一個函數 我們現在想考慮的是取值的問題 那在這個地方呢 嚴格上來講 你考慮取值的問題的時候 抱歉 這邊不是我的... 我的P跟N 那我改一下 抱歉 筆記 筆記 換一下 P跟N 11個函數來看的時候 你會考慮P維度小於N維度 所以你要考慮取值問題 所以研究的是函數的image 你要考慮imgf 你覺得imagef的維度最多幾位 最多只有P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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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N能夠比P大嗎 如果N比P大 那應該有些根本 那維度 你懂我在講什麼 所以在你要考慮這個值域的維度之下 在N比P大是無意義的 因為它已經縮小了 因為它已經縮小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考慮這個的維度 那一般來說 它的維度不會超過P維 它不會超過它定義域的維度 我們在考慮的是集合維度 我們在考慮的是集合維度 所以這個底取決於你對問題的看法 你才知道我rank 我的domainstration定義 到底要考慮怎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先從函數 它的值域來看 好 那當你可以考慮值域的一個open neighborhood 那在這邊的open neighborhood 應該是在image裡頭的open 如果它的維度比它小 就它來講 它每一個都不會是open 總而就沒意義了 總而為你是在這個sub 這個sub space裡頭去看它的open set 它的維度不會超過P維 可能比較小對吧 那絕對不可能超過P維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如何保證它的維度不會縮小 縮小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不縮小才是真正的重點 那什麼時候 那這就是你要找條件 這個image f for example constant function 就是0了 所以維度縮小是常有的事 你要它不縮小才是重點 它的維度 等於P呢 什麼時候我做得到這件事情呢 這時候呢 看一下 一般來講 你這個維度其實 可能整個集合 不是在每一點的維度都是P 可能在某一些點上會是P 某一些點可能不會是P 因為呢這個函數有 它的變化有些時候會變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一般來講 是這樣子的 你考慮一個點叫做 x 你考慮一個s落在 a裡頭 好 那你考慮 所以以s為頂點 的正P為 P為小立方體 這個體就是P為 如果以r算來講 如果這是原點 你就基本上在0裡考慮一個 以0為頂點的那個什麼 的立方體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 如果這一點你就是考慮 我先畫好再說 那就是考慮這個點 以它為頂點展出去的一個立方體 OK 你現在考慮是P為 所以是P為立方體 也就是沿著它的平行坐標軸裡頭 做一個立方體 OK 好 那這時候呢 它的維度 事實上就是這個小立方體 送過去它的植域 它的 嘴裡有一個小立方體 你可以考慮這個小立方體它的植域 經F映射過去 映射過去 好 映射過去的時候 它不再是正的 它的邊可能會彎曲 OK 好 那如果它映射過去 依舊是一個彎曲的P P體 你去看它 它映射過去呢 會是一個彎曲的 這時候會彎曲 彎曲的P體 P尾度的體 或者是 你不知道 現在我們就是要研究 或者呢 可能是一個小於P為的區體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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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應該會產生一個現象是 就是 有某一條 某一條邊 對吧 送過去的的時候 它 縮成一個點了 同意 或者第二條邊 縮成一個點 總之就是 由P構造出來的一個 可能你懂我在講一個P體 不見得是立方體 如果立方體 那這個不行 我要的是以它 為頂頂展出去的P體 也就是這個 這個圖一畫的 畫錯了 就是把它向 就是你把原點 移到這裡 對吧 然後你原點的時候 會有一個走歪走 總共有N個走出去 就對了 我要的是那種體 那意思就是說 它有某條線 事實上是 對應過去的時候 會縮成一個點 那這件事情什麼意思呢 那這件事情說的意思是說 那 這條線它的切向量 事實上 的方向跟這條線 直線是平行的 這個切向量 在derivative 在該點的derivative 送過去的時候 事實上是送到0的 對吧 因為這條曲線送過去是 同意我在講什麼 事實上會送到0 因為它的曲線送過去是 應該是那條曲線 那條是個0曲線 對吧 0曲線的切向量是0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它的derivative 在這條切線上呢 事實上送過去會是個0項量 那如果你有兩邊 縮成一點 那你呢 你就會有兩個缺向量 送過去是送到0點 那如果你是 所以如果你送過去是p為 對吧 那意思是說 對吧 你送過去的這些 向量一定不能是0 同時呢 這個送過去的這個p的向量 也要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如果dependent 那又收縮了對吧 所以換句話說呢 從這個幾何的感覺上來講 你怎麼樣的緯度是 你送過去 以它為頂點送過去的 那個展出來的那個p緯度 如果送過去體積怎麼看 事實上你發現 牽涉到你的切 切向量的時候 它會不會把切向量 送到0向量 如果不會 那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的rank 必須要是p p已經是它的derivative 的最高緯度 因為derivative 事實上是n乘p的矩陣 最多緯度就是p 它如果有人是小於p 那一定是有一些 切向量送過去的時候 會變成0向量 那切向量是來自於曲線 對應值的切向量 那意思就是說 這邊會有某些曲線 事實上送值的時候 會縮成一個點 所以你就會發現 在這個地方 這個問題就變成是 在討論 在S0附近 它的rank會不會是p 如果你需要這個的 image的維度是p-1 那你要求的rank 事實上是p-1 如果你要它是p 那應該要是p 對吧 那如果這個函數p事實上是考慮 某個p乘p的小矩陣的determinant determinant function本身是連續的 所以如果這個函數 它的determinant在S0的rank是p 再加上在S0這一點它連續 則它在S0附近的neighborhood 都它的rank都會是p為 則它在S0附近那個neighborhood 的所有構造出來的小體 都是p為的 則它說明了在S0附近的neighborhood 它的image一定會是p 那這個是幾何上 我們本來就知道 維度上的東西 好 那重點來了 這件事情不訝異 這是幾何關生產出來的 現在問題來了 竟然如此它的維度 我有條件可以知道它的維度是p為 對吧 那竟然如此 這個 而這裡總共是幾為 N尺度的 N尺度的 對吧 所以你送進來的時候 能不能就直接把它放在 它的前p一個座標 反正它只有N尺度嘛 所以換句話 後面的尺度根本用不到嘛 對吧 所以是不是大家可以 把後面那些座標全部統頭成 一個固定的值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植域送進來的時候 在這rp事實上是p為的 那描述p為的集合 事實上最好的方式 應該只用p的變數 而不應該要用N的變數 因為它落在N的對吧 那換句話說 你有多出其他那些變數 應該照理說應該是不要存在 可是你落在這裡 一定要有p一個變數 那意思是說 多出來的那些座標 能不能取成一個定值 因為呢你這邊只有p為 你這邊N尺度一尾啊 沒道理啊 那turn on the domain structure 定理說 OK沒問題 經過一個變數變換 我可以把它擺正 直接的放到 因為現在取值是0點對吧 在0點裡頭的前rp或後rp 或中間rp 隨便就是它的rp座標 那個裡頭其他點就是0座標 這叫做domain 不對這叫做range straten定理 也就是你真的可以把它變成 是一個正的rp的立方體 這道理本來應該是彎曲的p為對吧 它可以把那彎曲的p為 透過一個變數變換 轉成一個標準的rp的一個cube 可是現在rp放到rn裡頭 那裡還有其他的座標 那個其他座標就是一個固定的點 如果其他座標不是固定的 那不就做rp了 那是曲面了 那這就叫做range-straten定理 這個幾何上場討論是沒有辦法做到 只是說它會是一個p為的立方體 p為的體 不要再說立方 它是一個p為的體 你要說可以 那是座標變換的問題 你能不能找一個座標 重新描述這個 使得在那個新座標之下 這個p為的體 剛好就是前rn的座標 配上常數後面的常數 所以這又牽涉到變數變換的問題 那為什麼變數變換做得出來呢 還是隱含數定理的問題 然後這時候為什麼都是隱含數 因為它的維度都不一樣 所以它的技巧也就偏承到 那我如何把這維度又變成一樣 所以事實上 你把它維度變成一樣的時候 反函數定理就一定會再被用 所以事實上 這個就又變成是一個 反函數定理的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應用 我們的確可以找到 當然這件事如果它不是p為你別做了 那沒意義 你要在附近真的在p為上 我可以做的的時候 那我們才去考慮 那存不存在所謂的變數變換 把它變成正的pt 好吧 那個定義現在是我們再寫 然後再證明